第3015集 秦上扬道 大帝不必担心 帝氏大人的要求很简单 他现在受了伤 只要你肯帮他挡住女皇天宫的威胁 等他伤势好了 你自然可以离开 贪狼大帝冷冷一笑道 帝氏天想拿我当挡箭牌 痴人说梦 他没这个资格 除非他肯放弃心魔审判的计划 重归圣人大道 否则我绝不可能帮他 秦商扬道 大帝决意不顾同门情分 狠心看着帝氏大人受苦吗 贪狼大帝道 他沉沦受苦 那是自找的 与我何干 马上给我滚 否则别怪我无情 说话之间 贪狼大帝手掌一握 苦劫咔嚓作响 居然有一缕缕灰暗深沉的煞气 不断抱涌而出 滚滚煞气翻腾间 发出野狼的咆哮 笑天动地欺人心脾 竟然还有太上道法的气息 是太上天煞道 世间最强的煞气 叶沉看到这一幕 瞳孔微微一缩 贪狼大帝手掌萦绕的煞气 居然是太上天煞道 太上三十六道之一 太上三十六道 每一种都足以媲美无上元素 杀伤力非常可怕 如果这太上煞气爆杀出来 叶沉都没有绝对的把握 可以抵挡住 刚刚贪狼大帝经脉还没恢复 双腿还是残废 这太上煞气使不出来 但现在他经脉治好 修为稍稍恢复 煞气一出顿时叫人窒息 秦上阳脸皮抖动露出了一丝恐惧 他是心魔僵尸 没有智慧思想 这恐惧是本能反应 太上天煞道 煞气之浓烈 连他本能都激发出来了 既然如此 那我告辞了 秦上阳不得已之下 只好转身离开 太狼大帝踏前一步 想问些什么 但终究还是忍住了 虽然他很想知道叛徒是谁 但是他并不想为帝是天效命 前辈 如果我能拿到魔碑 到时候我血脉进一步复苏 或许可以帮你推演出 那叛徒是谁 叶沉尝试着推演 隐约间推演到那叛徒的背影 但始终看不到正面 想看到正面的话 除非拿到魔碑 血脉进一步复苏 哦 贪狼大帝眼睛一亮道 如此甚好 如果你能帮我找出叛徒是谁 我感激不尽 说话间 贪狼大帝煞气一凝 化作一块黑色晶石 交给叶沉 这是太上天煞凝聚的信物 你好好拿着 如果以后遇到紧急危险 可以捏碎召唤我 我会出手助你一次 当时报答 记住 不到生死时刻 不要动用此物 贪狼大帝击中因果 既然叶沉答应帮他寻找叛徒 他也不吝啬 留下一道信物 这样叶沉以后遇到危险 他会出手相助 前辈 你说那魔碑 被魔魂神宫霸占 但那魔魂神宫 具体在前岸魔帝哪里 还请前辈告知 前岸魔帝 在杨真玉和天人玉的交界 方圆足足有万里 叶沉暗暗推演 也推演不出 魔魂神宫的具体位置 贪狼大帝摇了摇头道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魔碑就在魔魂神宫的公主 封星云手里 封星云天生荒魔圣体 为魔而生 乃还真境六层天的高手 这块魔碑是他当年意外在太古遗迹寻德 后来他动用一切资源 甚至出大价钱 雇用我师弟 武取大帝 去盗挖轮回之主的墓地 因为想彻底发挥轮回悬备的威力 需要轮回法则的气息 所以 封星云派人盗墓 是想夺取轮回之主的信物 用来催动轮回悬备 当年轮回之主陨落后 在各地设立了诸多墓地遗种 用来迷惑人的视线 每一座墓地里 多多少少都留下一些信物 我师弟武取大帝 收了封星云的好处 替他盗墓 封星云拿到轮回之主的一些信物 终于能使用魔碑 最后他为了躲避因果 一直缩在魔魂神宫里不出去 夜晨听完贪狼大帝的话 顿时眼瞳一缩道 封星云还挖过我的坟墓 贪狼大帝道 是我师弟武取大帝挖的 夜晨道 你师弟只是受人雇佣 幕后黑手是这个封星云 贪狼大帝道 的确如此 魔魂神宫的位置 我不知道在哪里 但那座被盗挖的陵墓 我却是知道的 我可以告诉你 你过去看看 或许能捕捉到什么天机因果 从而追溯出魔魂神宫的所在 夜晨摆了摆手道 不用了 我已经知道了 刚刚听到贪狼大帝提及盗墓 夜晨就冻破天机 锁定了陵墓的位置 隐约之间 甚至看到了当年 无曲大帝盗墓的画面 无曲大帝的身影 给夜晨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 和他推演到的叛徒背影 非常契合 难道 无曲大帝就是叛徒 夜晨心头一脸 但还没看到那叛徒的正面 不敢肯定 贪狼大帝道 既然你知道陵墓所在 那就再好不过了 照顾好我妹妹 我要走了 贪狼大帝看了天忧禅女一眼 依依不舍 现在她经脉已经恢复 需要抓紧时间 尽快恢复修为 重登巅峰 天忧禅女也是依依不舍 叫了声 哥哥 夜晨为一拱手道 前辈慢走 贪狼大帝点点头 突然间却脸色一变道 有人来了 好重的毒气 贪狼大帝话音刚落 夜晨也感觉到了 有一股熟悉亲切的气息 正朝着此地飞掠而来 几灵 夜晨眼瞳一缩 却感到体内毒杯异动 隐约间和几灵的深渊毒体 不断共鸣着 这块毒杯 是夜晨和几灵之间 一道特殊的媒介 只要几灵出现在附近 毒杯就会有震动 夜晨抬头一看 果然就看到一个小女孩 从远方飞掠而来 这个小女孩生得粉雕欲拙 娇巧伶俐 正是几灵 哪来的妖孽 毒气居然这么重 连天地都要辟疫 贪狼大帝惊讶发现 这里的天地规则 居然没有伤害几灵 要知道 在天怒之地 天地规则灾气极重 每个月都有天节降临 夜晨不被天地规则影响 那是因为 他身具轮回血脉 但现在几灵居然也不被天地降灾 着实匪夷所思 是沉渊毒体的效果 夜晨却很清楚 几灵的体质是沉渊毒体 毒气非常浓烈 足以僻异天地 连天地规则都要屈毙 咬孽受死 贪狼大帝脸庞杀气腾腾 抬起手掌 太上杀气爆出 就像一掌灭杀几灵 但缠绕在他手上的杀气 一靠近几灵 就仿佛鱼儿见了水 蜜蜂见了花瓣 竟是显出亲切温和的意思 不忍杀伤 几灵看到贪狼大帝 杀气腾腾的手掌 却是哀咬一声叫唤 吓了一跳 前辈其莫动手 这是我的朋友 叶晨急忙挡住贪狼大帝 将几灵拉了过来 叶碧王 你果然还没死 几灵见到了叶晨 真是欢喜地要跳起来 紧紧抱住叶晨的身躯 说不出的激动 他靠着毒碑这道媒介 寻到天怒之地 终于找到了叶晨 几灵 你怎么来了 叶晨揉了揉几灵的小脑袋 心里一阵暖意 很是高兴 几灵道 我担心你啊 听说你被第一日尖和玄机月 打成猪头 外面人都说你死了 但我知道你一定还活着 你果然还没死 叶晨哑然失笑 挂了挂几灵的鼻子道 我没那么容易死 这个大叔是谁啊 怎么一见面就想杀我 几灵看了看贪狼大帝 撇了撇嘴 刚刚贪狼大帝还向一掌杀死他 着实吓得他不轻 抱歉小姑娘 是我一时冲动 贪狼大帝放下手掌 好奇地打量着几灵 他发现几灵的沉原毒体 体质非常特殊 很适合修炼杀机类的神通 如果能收几灵为徒 那他的太上天煞道 就后继有人了 五道一徒有一口气 点一盏灯 传承非常重要 今天贪狼大帝 先后拒绝了 玄机月和地势天的邀请 以后日子绝不会好过 他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但在陨落前 他想将自己的想法传承下去 叶晨道 这位前辈叫贪狼大帝 是昔日上古圣人的首徒 你快来拜见 贪狼大帝 哦 你就是地势天的师兄 几灵语气一寒 顿时警惕 显然 他也听过贪狼大帝的名头 论辈分 贪狼大帝还是地势天的师兄 叶比王 你怎么和这种坏人在一起 你不怕死吗 你不要害怕 我来保护你 几灵哼了一声 手掌灰色毒物凝聚 严神戒备 他见贪狼大帝气势强大 但修为似乎还没恢复 如果战斗起来 未必没有圣机 不是 几灵 前辈不是坏人 叶晨又好气又好笑 看到几灵这么维护自己 心里又是一阵温暖 贪狼大帝也是哭笑不得道 不是 小姑娘 我不是坏人 顿了顿 贪狼大帝暗暗地神魂传音 向叶晨道 轮回之主 这个小女孩是你什么人呢 叶晨心头一领 传音回去道 是我一个朋友的妹妹 怎么了 贪狼大帝道 我看她资质极佳 很适合修炼我的道法 我想守她为徒 不知你意下如何呀 闻言 叶晨顿时一惊道 前辈 你想收她为徒 贪狼大帝道 正是 我今天得罪了地使天和玄机月 以后随时都有陨落的危险 我需要一个传人 继承我的一波 以免道统断绝呀 叶晨眉头一皱道 你要收徒 这个要问她的意见 我做不了主 贪狼大帝道 她似乎不太喜欢我 我不好意思开口 还请你帮忙劝说一样